何美除了有灰灰,也有神经店 适合大人小孩做会七头的花生里彩虹有正式开门 李维翁回美和何美订队软好觉 做会邀请乡亲来神经店那时留念 在音乐的带动之下,无论是大人小孩都随着音乐跳舞 原本很普通无什么老厨,经过台商鲑鱼返乡 搭着处近买人的彩虹屋,结合合美的适合与文化創意 让美又再增加一个年载七头的好所在 今天是我们发现彩虹屋的六成 可以说这是我们台商返回来台湾以后 对我们社区的一个贡献 因为我们发现这段时间在我们船里长跟里长的大董事 可以说在社区应该做 那因为呢,他们这个雨傘是地方的特色 这棟房子也很久都没人在修用 所以他们提供出来社区 变成这个彩虹屋,把他们的这个山业 原来拿来这里,包括保地、包括整理这些环境的富君 一点一点,希望未来可以透过社区的这个 变成社区的一个店 让社区可以担到我们这个 比较多的这个油脊进来的社区 变成我们一个山业 这样,有人潮就会有前潮 这也是未来的 我们的这种观光产业 就是我们产业文化以及我们社区发展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社区更能活化 然后我们特美的一个文化产物 文化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一个采雨傘以及纺织 今天这一点就是我们的雨傘 然后结合我们的社区发展 让我们社区能够更活耀 然后让我们社区更有亮点 以及我们各社区如果能结合各地的一个产物文化 产业文化,就能够让我们河美一个观光的一个路线 能够以点、线、面都能聚集起来 可以在大厅,虽然英雄企业身体 在通话蔡伟叭头前含耳朵打卡 老下自己新的一年订完新希望 竟能够很悠閒的来饮一杯咖啤 也就是亲自蔡伟各临全市的佛山 和美新经典等你来提案 新中华新闻将带进 和美蔡宏博德